- 夏天是敞篷車的季節 很多人都說夏天是敞篷車的季節 其實不然台灣的夏天真的太熱了 可是在三、四月之間 我認為是非常適合敞篷車的時令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為您借來了 曼拿倫在去年11月 於國內發表的570S Spider brewing 酒精 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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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S SPYDER它跟570S一样 配置的是麦娜轮原厂代表M838T1的3.8升V8双涡轮增压气候引擎 可以输出570B的动力 61.2公斤米的扭力 这样的账面数据看起来其实并没有特别起来 尤其是现在已经有很多超跑都已经是700匹或是800匹的动力 但是Sport Series其实还有一个特别 就是它的车身设计非常轻 所以570S SPYDER一样可以让它在0到100在3.2秒之内达成 急速则是在关棚之后有328公里 跟570S CUBEI几乎一模一样 而且不要看我们现在用50公里的速度在滨海公路上面巡航兜风 非常写意 其实如果你真的想要死坏的时候 像我们刚刚在山路上 你也只需要把动力模式或者操控模式 选择在Sport 或甚至如果我们今天想在大鹏湾 TRACK DAY上面享受极限驾驶乐趣 我只要把它选择在TRACK 它一样可以拥有 我认为它是不输于720S的动态表现 而且因为它的动力输出并没有那么的 瀕临极限 所以你反而可以很充容的去驾驭这辆车 也有朋友常常问我说 到底铝合金底盘跟碳纤维底盘有什么样的差别 我们今天在Sport Series 不管是570 540 它们全部都是用单体碳纤维做舱 你会觉得说碳纤维是不是很硬很跳 其实不然 我们今天设定在Normal模式的下 状况之下 其实 如果你用它来兜风或是巡航 是非常舒服的 或许它没有570 GT来得再更软一点点 可是其实这样的设定 我认为今天我们在滨海公路这样的巡航 兜风 非常的适合 并不会让你说 因为它是碳纤维 而让你害怕说 它是不是非常的硬非常的跳 其实不会 这种感觉是必须你要亲身去体验过 你才会知道 为什么F1或者是一些真正的Hypercar 都开始追求碳纤维底盘或碳纤维座舱 那是因为碳纤维其实有非常多的可塑性 其实我们今天在驾驶 570 S Spider上面 虽然我们是用比较舒适和缓的步伐在行驶 在享受那个乐趣 可是 其实它可以做到非常多 包括你在赛道上 你想要护许它 让它用极限的方式去驾驶 你都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乐趣 这是碳纤维底盘跟铝合金底盘 稍微有点不同 就是它的极限其实比铝合金更高 可是它还是拥有跟铝合金不相上下的柔韧度跟Q度 我认为这是未来的一个超跑发展的趋势 应该会有更多的车款采用碳纤维底盘 甚至其实我们在一些高级的房车 像BMW上面 它都开始采用碳纤维 第一个是因为它有高刚性跟轻量化的特性 第二个是 它其实已经拥有不输给其他底盘的舒适度 今天我们试驾的570S Spider 其实是整个曼拿伦Sport Series家族里面的最新成员 就是它们的第四款车型 从外观来看 其实它还是有着整个曼拿伦Sport Series家族的基因 你可以从车头看到后略式 而且很有阴眼式造型的一个头灯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整个570S Spider 包括它们整个Super Series家族的设计 它们车头是比较尖锐的 而且它们把空气的气流 从上下左右分四个方向 从车头导入到后面 其实你可以看到前面有两个散热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空气进来之后 可以提供一些散热的功能 然后其他的空气呢 会跟着这个曲线 然后从车侧再延伸到车门的部分 导入到整个后面的引擎室 所以其实它们整个空气力学的设计 是含有散热跟导流的一个作用 而且你可以看到 其实整个Sport Series 它们都有一个小小的行李箱 那这个行李箱呢 其实可以放你一些 简单的一个随身行李 而且你用车子钥匙上的遥控器 就可以把它卡开 其实非常方便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想要做一些简单的 轻旅行的话 其实这样的车款也是非常足够 那570S Spyder呢 车侧的部分 你其实在这里看到 它还是拥有麦那轮独特的 上线式车门设计 那这个车门呢 其实值得我们讲一下 就是它中间有一个 像黑天鹅羽毛的设计 那其实这个设计呢 是衔接我们刚刚讲的空气力学 空气从这边进来之后呢 它会顺着这个空气的孔道 即是进入到引擎室 有散热跟进气的功能 那我们先来把车门打开来看看 它其实车门呢 打开的时候 其实只要按压这边 一个小小的按钮 不用花很大的力气 就把整个上线式车门打开 车门的侧侧呢 这边有一些按钮 那这些按钮呢 包括一个是 他们有个引擎式的维修的小小的盖子 那另外两个是拖车的 还有两个按钮呢 是其实在这个整个敞篷机构的下面 其实有个小小的置物空间 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把 从棚打开了 所以那个空间是没办法用的 那我们走到后面 其实可以看到 车身的中后段呢 其实中置引擎的超跑 这边通常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引擎盖 然后可以让你可以看到它们的引擎 不过对于曼拿伦这种 完全由工程师组成的品牌来说 他们认为这具引擎是他们的骄傲 他们的心血解精 所以他们认为 一般的车主是不需要去碰触这颗引擎 也不希望你去接触这具引擎 不过呢 他们留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 基础保养的一个盖子 把它打开呢 其实一边是加机油的 一边是加水的 其实你只要注意 车上的机油量是够的 水是够的 他们认为这具引擎 就可以让你享受非常非常好的驾驶乐趣 所以他们并没有一个引擎盖 你也看不太到整颗引擎 他们希望你专注在整个驾驶的活动上面 而且有意思的是 一般的敞篷车 它不会告诉你说 我的空气力学上面跟 Coupe有什么特殊的不一样 或者是他们可能会有 因为敞篷机构而造成的一些差异 可是对于麦拿伦来讲 他们非常的计较这些东西 所以整个570S Spider的部分 它的车尾的小尾翼呢 它是上翘延伸12mm 因为麦拿伦原厂的工程师 他们计算后之后 他们结果是这样子的设计 可以让570S Spider跟570S Coupe 拥有相同的下压力 他们希望这两辆车 拥有几乎完全一样的操控表现 好的 我们现在坐进了570S Spider的车内 其实坐进来呢 你刚会觉得说 不如你想象中的 那么的难进来 其实那是因为整个Sport Series 它们整个碳纤维单体的座舱 这一块区块呢 他们已经做了一些改良 也就是说他们把整个门槛的前缘是放低的 放低之后呢 其实你坐进来 包括你的脚步要移出移入 其实是比较方便 比较容易的 而且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在女伴的时候 女伴也不会因为门槛过高而产生走光 那这是一个比较贴心的设计 那坐进来之后呢 第一个你通常都会先调整你的坐姿 那麦拿伦的坐姿是调整的 他们的整个电动椅呢 我先把整个红火打开 他们的电动椅呢 按钮都在这旁边 你可能会觉得说好像不是很好操作 其实那是因为 他们认为你调整好之后 你不太会去改变你的坐姿 而且他们有记忆功能 所以其实你坐进来之后 调整好记忆按下去 其实就可以 回复到你之前设定的一个坐姿 那整个仪表的部分呢 麦拿伦是设计是 用整个一金萤幕的设计 我们把电门打开 其实你就可以看到 中央是一个仪表板 那左右两边非常多的资讯 而且特别的是 如果你今天选 像我们现在是在Normal 就是一般模式 如果在Sport模式 你会发现它有一些设计是不同的 甚至如果你在Track模式的时候 它就只会留下 一个中间是一个档位指示 那最上面是转速 那甚至有个超转灯 其实是可以让你在驾驶的时候 更专注在整个转速的设计 让你在可能在过弯 或者加速的时候 用余光就能够辨识到 你现在在哪样的转速 什么样的转速比较适合你 其实这个设计跟720s的 整个隐藏式的萤幕 是有点接近的 那萤幕的前方呢 其实是一个 没有其他多余按键的 一个三幅式方向盘 因为曼拉伦认为说 如果上面有太多的按钮的话 会让你在驾驶的时候 影响一些分心 它反而是把所有的方向灯 雨刷 其实还是用传统的拨感式 在熟悉的位置上 让你去操控 不过我们必须说 这样的设计跟 不管是法拉利 或是Lamborghini 他们用的是多功能设计 我不能说哪一种设计 是比较好的 我只能说每个品牌 都有他们自己对 逻辑跟他们的 驾驶模式的一个诉求 所以没有好 或者是不好 只是他们认为 这样的设计 可以更符合他们自己的 品牌精神 它的中控台上 有个7寸的萤幕 可以看到他们 有多媒体 电台 甚至他们把所有的 车主手册 都内建在里面 而且是中文的车主手册 中控台下方 其实 Sport Series 都有一个非常贴心的 一些置物空间 包括 你想要放一些饮料 或者是 随身的 小零件 小物品 都可以放在这个 空间 那这里也有一些 置物的网子 手套箱 其实它提供了非常多的 置物的收纳的一个功能 那这里呢 排挡安座的部分 其实都跟 Sport Series 其他车型是一样的 只是因为我们今天 试的是Spyder 那它多了两个开关 一个开关呢 就是我们这个 回风窗 这个窗户呢 其实可以让 你在开篷的时候 后面的风卷进来的 量比较少 不会让你的头发 披头散发的一样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刚刚敞篷机构的开关 这个开关按下去之后 只要15秒钟 它就可以让你从 Coupé变成Spyder 或许性能表现呢 570S Spyder 还比不上它们自家的720S 不过呢 我觉得570S Spyder 它拥有非常非常均衡的 整个操控 跟动态表现 而且它们在 国外的媒体的 评比之中 它们也认为 其实拥有这样的一辆车 在一般的 不管是你想要在 track day或者是 日常通勤代步 都非常的合用 所以如果你不是 这么想要一个 大马力的动力输出 让你会有点 心惊胆跳的车款 其实我觉得拥有 570或者是540C 都非常的适合你 而且 我们今天试的 还是一辆敞篷车 如果你在三四月 像我们今天一样 想要去吹吹风的话 选择一辆这样的车 不是很棒吗 拜拜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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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